这个男人疯了 他居然用一把剑击死了一架飞机 就在刚刚男人花了8亿 买了一把激光剑 每受到一次撞击就会变大一分 于是就想试试他的威力 朋友拿了一个苹果 男人摔着就把他击碎了 就连精英的木板 他也能轻松搞定 可玩着玩着 激光剑就越来越长 眼看一个不小心 房子都有可能被劈成两半了 男人赶紧向房子外的空地移动 可刚出门 就把几根电线切断了 激光剑瞬间变成了10万米 吓坏了 就在他想着怎么把激光剑 守得尽翘时 一个不小心 又击碎了一架飞机 这下完蛋了 为了不被发现 男人赶紧把他装进了一架火箭炮里 结果激光剑却变成了个巨大的能量柱 还不受控制的从里面钻了出来 所有碰到他的物体 都会瞬间被融化 更可怕的是 他还要进攻这个城市 男人拼命的想要阻止这一切 可就是没有人相信他 结果不仅路过的小汽车被融化了 就连人也被烧成了渣渣 城市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 危机时刻 男人想到了个办法 以毒攻毒 他又反方向的 放出了一颗二号能量柱 结果 真的把一号能量柱吸引了过来 被以为他们会发生爆炸 可万万没想到 两颗柱子居然融为了一体 并且向太空飞去 这场危机终于被成功化解 男人也被帽子叔叔捕获 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男人有一只奇怪的双手 只要摸了什么 什么就会立刻死亡 无论是天上飞的 还是地上走的 他都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他闭上眼睛 直到这天 他发现了一只迷人的小鹿 刚要伸手去摸 就被警觉的小鹿发现了 他吓得赶紧逃跑 男人迟疑了片刻后 也追了上去 但这次 男人并没有伸手去摸 反而害怕伤害到他 为了能时常见到小鹿 男人开始偷偷的跟着小鹿 下雨时 男人会主动 帮小鹿遮风挡雨 喝水时 又悄悄的陪伴他 和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渐渐的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每到月圆之夜 他们都要一起在夜幕下 欣赏月亮 如果月亮不圆 男人就会趁着小鹿睡觉 偷偷的跑过来 陪着小鹿一起睡 这让本就生活在黑暗里的男人 终于看到了一丝亮光 但也成了男人一生的痛 很快寒冬将至 小鹿的族群们 要迁徙到南方过冬了 可小鹿却留了下来 因为他舍不得这个朋友 就在男人很诧异的时候 小鹿突然将自己的头 深深埋进了男人的手里 原来小鹿生病了 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男人痛心的把他拥在了怀里 小鹿终于安心的闭上了眼睛 总有万般不舍 但这终究是小鹿最好的归宿 世界上最无耻的距离 就是明明你就在身边 却又盼若天涯 尽管夏天的风是灿烂的 雨是污天黑地的 可爱是永恒的 所以世间的美好 从不在乎天长地久 而是在于曾经拥有 你绝对想象不到 曾经的小汽车有多疯狂 但凡说他丑 他就往死里喷人家 如果还不道歉 那就更不客气了 但这次可惨了 他惹毛了一个变态 而且发誓要把他拖出去 扔进粉碎机里压扁 可鸡贼的小汽车 就是不知这一套 他自动启动了发动机 但凭你怎么了 我都拼命地倒退 眼看抵挡不住 两个猛男的力量 他又迅速张开了 自己的小翅膀 哎 我就是不下车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辆车 偷偷逃跑了 天哪 机会来了 小汽车赶紧溜了下去 却把男人一起拖了出去 疯狂摩擦 突然 小汽车好像扎到了什么东西 完了完了 车胎竟然爆了 变态老板子趁机警告他 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 但小汽车哪里会服输 他发誓一定要越狱 因为别看他外表娇小 但他却是个王牌赛车 只是在等他命定的赛车手 直到这天 他第一次睁开卡子兰大眼睛 就爱上了一个来买车的女孩 机会来了 小汽车疯狂的启动自己 希望引起女孩的注意 可他根本没有车胎 还被铲车强行铲起 马上就要送去报废了 冰冷的铁爪已经向他磨刀霍霍 小汽车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只好顾忌重拾 疯狂的按喇叭来吸引女孩 好在他成功了 可女孩却只是看上了他前面的汽车 这可咋整 眼看就要放进粉碎机里了 小汽车开始不停的晃动翅膀 结果 成功的砸到了前面的车上 老板一看 只能将他以80元的价格 含泪血培卖给了女孩 这可把小汽车乐坏了 他终于自由了 小汽车一秒就带女孩 启动了全自动安全模式 疯狂的奔跑 只是差点撞到人 好朋友好奇想要试驾下 结果他们就直接冲到了大街上 小汽车还炫起了自己的车技 但小汽车晃得比拖拉机的振幅还大 滚滚大尾烟 直接成了大街上最靓的仔 紧接着他就失控的 冲进了一场赛车比赛里 女孩想要停下他 一使劲竟然把刹车把手拽了下来 好在他自觉 及时停了下来 女孩怒了 第一天开出来就想把他扔掉 小汽车一听不高兴了 不停的按起了喇叭 女孩更生气了 直接拔掉了他的声音 而小汽车却喷了他一身汽油 女孩真的要气疯了 又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干净的衣服换上 小汽车一拍屁股 女孩又直接扎进了头盔里 拔都拔不出来 而且啥也看不见 还意外撞到了傲娇男的身上 他以为小花是自己的粉丝 就给他签了个名 可他转头又嘲笑起了旁边的小汽车 说他应该去马戏团里演戏 来这里简直就是丢人信眼 小汽车一听就怒了 直接锁好车门 就要发起进攻 他来到傲娇男的车前 就开始划了一道又深又长的印记 场面极度舒适 这可把小花吓坏了 那可是上亿的赛车 一怕不怕事大的开始挑唆他 来一场比赛 小车哪里怕这个 小花刚想下车 却被小车死死的锁在了车里 而这才是王牌和王牌之间的较料 注意看 一个女人被困在小汽车里 无论怎么喊叫都没有人救他 而他乘坐的车是个有灵魂的小汽车 他要带着小花赢得赛车比赛的冠军 但小花却只想让小车停下来 因为他不想丢人 他踩刹车 小汽车不让 他想挂道挡 小汽车也不让 而轻敌的傲娇男 本以为小汽车被自己甩出了十万八千里 可万万没想到 一转头 小汽车就在他身边 不将武德的傲娇男 一头撞击了小车 这下小花也怒了 因为他毕竟也出生在赛车世家 他决定给傲娇男点颜色 下一秒 他就用倒车的方式追上了傲娇男 我的个妈呀 这是啥车还能倒着开 被激怒的傲娇男 又想再次撞击 没想到 小汽车一个起身 原地旋转后 安全落地 最后 小汽车使出了终极大招 约过铁栅栏 成功的赢得了这场比赛 小花高兴坏了 小汽车的地位 也开始蹭一下飙升 而且小花决定 重新修整小汽车 把全车都换上了 新的零部件 咦 你看 为他翻新 他痒痒的连车鼓劳 都在颤抖 给他洗澡 他还会像狗狗一样抖水 看恐怖片 他也会害怕得紧闭眼睛 但又会忍不住 偷喵 简直可爱极了 从此 小花带着小汽车 开始赤煞风云 赢得了不计其数的比赛 可这却让傲娇男 十分嫉妒 他好奇小汽车的内部构造 于是他趁着夜黑风高 用一辆超高级的赛车 来引诱小花试驾 眼看小花爱上了高级赛车 小汽车不开心了 而傲娇男 却趁机 打开了小汽车的车厢 可小汽车可不是好惹的 他一秒就把傲娇男夹成了内伤 还喷了他一脸汽油 傲娇男怒了 拼命的想要砸碎他 可下一秒 结果还不忘做个鬼脸 奇迹败坏的傲娇男 转头就跟小美做了个赌注 再来一场比赛 如果小花赢了 就把这辆高级赛车送给他 如果输了 就把小汽车送给傲娇男 小花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 直到比赛这天 以小汽车的实力是绝对不会输给傲娇男的 但万万没想到 马上要冲刺的小汽车 却突然停了下来 为了表示对小花的不满 他输了这场比赛 而代价就是 他会被傲娇男带走 看着心爱的小汽车渐行渐远 小花后悔极了 而小汽车也将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是一场不正常的赛车比赛 一群汽车疯狂的撞击一辆甲壳虫 直到他遍体鳞伤 小汽车伤心极了 但他更难过的是 他的主人抛弃了他 突然又出现了一辆大型装甲车 他要压碎小汽车 这时小花及时出现 他不顾自己的安全冲进了赛车场 他拼命的和小汽车道歉 但此时装甲车已经朝着小花 猛扑了过来 结果小汽车一个翻滚 将小花扣进了车里 又把原来的驾驶员甩飞 开始疯狂的逃跑 还一个跳跃 来了个前击压顶 装甲车直接报废 小汽车也终于死里逃生 看着心爱的小汽车被毁成这样 小花决定惩罚这个坏透了的傲娇男 于是他招来最专业的团队 将小汽车改造 恢复原貌 这是一场王牌赛车手的终极对决 小汽车又重现战场 为了惩罚傲娇男 他必须要赢得这场比赛 可比赛一开始 小汽车就远远落到了后面 小花为了不让小汽车过分消耗体力 将小汽车挂到了前车上 又借助前车躲闪的力量 成功超越 随后开始疯狂的奔跑 超越了一辆又一辆赛车 就在这时 五辆小汽车包围了他 原来是傲娇男收买了赛车手 并且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撞击 眼看小汽车快支撑不住了 突然 小汽车直接挂到了前面的车上 小花趁机一脚油门 小汽车直接翻越了前面的车辆 这太神奇了 但不幸的是 小汽车的汽油箱被刮漏了 抢修的时间只有30秒 这根本不可能修复 但防御塔可以丢 气势绝不能输 小汽车强行启动自己 冲了出去 顽强拼搏 永不言败 这就是小汽车的竞技精神 他又一次一个一个超越对手 就在马上要冲刺的时候 傲娇男又一次顾忌重施 他不惜犯规来重击小汽车 不停的怼到墙上摩擦 小汽车的汽油箱又一次受到了重创 就在傲娇男要使出致命一击时 小花迅速减速 干得漂亮 但先翻的车却拦住了他们前方的道路 前军一发之际 小汽车直接爬上了围栏 一顿旋转跳跃 随后安全落地 他们赢了 小汽车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傲娇男也因为多次违规 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故事的最后 小汽车成了小花家最重要的成员 还找到了个漂亮的女朋友 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我